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台灣的天氣明顯慢慢轉型當中 慢慢改為吹東南風 不過今天我們要關注這個蝴蝶颱風 過去曾經變成強台 然後降下來又變成強台 維持了一段時間 而且我覺得還蠻久的 跟我們想像的不大一樣 那所有的現在預測呢 大概預期它會明顯的減弱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呢 馬上就進入一個很強的西風帶 這個區域呢 是很不適合它發展的 所以它越往北就會減弱 所以現在所有的預測指的是說 它會明顯的減弱 但是還沒有減弱 所以我們這兩天 再會持續給大家看 各位不用太擔心 整個預測或尺度上 對台灣都沒有直接的影響 各位可以放心 但是我們就可以觀察 這個是突破現狀 二月份從來沒有過強台的這個紀錄 回個頭來看台灣天氣 其實我們來說的話 還是有點東北風 但是慢慢的明天風速 明顯的減緩減弱改為 東東南風上來了 要留意的是說 其實在這邊還是有一些水氣 在這個地方醞釀 大概在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有點東北風到禮拜五 禮拜四下半天到禮拜五上半天 但是很快的就會減弱 那下一波呢 可能是禮拜天的晚上 各位有沒有注意看 禮拜六的下半天 是在整個中國北方 禮拜天的晚上 就有一波系統會外進來 所以在這個四天連假的頭跟尾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這不是很大的影響 大概只有北部跟東半部 中南部影響不是很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 下禮拜這邊呢 中國南方這邊到台灣這邊 其實是有一點不穩定的 有一點水氣的 我們要觀察注意 之後放下來看台灣 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明天其實就是一個明顯的回南風 所以天氣很好 但是禮拜四呢 各位可以看 禮拜四的下半天 就是開始放假的時候 其實東北風就開始增強了 但是很快的 禮拜五禮拜六 就明顯緩和了 雖然偏南風很溫暖 但是禮拜天的晚上 各位有沒有看到 禮拜天的晚上到禮拜一的時候 就有一波風面 結合上東北風就開始下來 等於溫度降的轉涼 然後又有南風 所以這個下禮拜的天氣變化 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這兩天呢 天氣應該不錯 但東半部迎風面還是偶正雨 所以天氣大致上還可以 還算還可以 但是東半部 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今天晚上呢 各地天氣大致上還可以 但是空平 中南部 雲加南一直到高平 高平是最差的 請大家留意一下 大致上天氣 今天晚上的天氣 還算還舒適 當然基隆 宜蘭 有一點這個局部的降雨 那明天白天呢 大致上各地都可以看得到陽光 大致上各地可以看到陽光 中南部呢 稍微留意一下公寄品質 也回溫了 台北28度 28度 衣服呢可以穿 不用那麼的多 但是晚上呢 有一點涼 16度 稍微留意一下 南部呢也差不多 所以明天呢 是一個回暖 請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外出去看看花 很漂亮 我們給他很建議 各地回溫轉型好天氣 中南部留意空氣品質 蝴蝶颱風 逐漸的減弱當中 但是廉價的頭尾呢 稍微不穩定 在北部跟東部 中南部一直都很穩定 我們來看詳細聽譯數據